中文字幕志愿者 需要做调整和改变 其实行为模式跟思想逻辑 几乎快一模一样 说什么 听不懂 听不懂 周杰伦就是属于那种 一埋位就会演戏 看着他, 我觉得 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奇怪呢 做很有生活的感觉 凌秋生会觉得 都很有反应 试一试他 做一些剧本可能没有的东西 谁知被周杰伦做一些剧本都没有的东西 去吓他 他很懂得去找一个角色的特质出来 他第一次看到AE86 他走上去 这个是不用教他的 他就很自然 真的就这么快去 这些小动作其实要很不经意地做出来 不要让人觉得你很刻意在做 这些漫画名 这些心目中 他们已经有一个地位在 他的幻想力是很丰富的 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天才 你跟在这里 是啊 你提醒我吧 我提醒他 AE是一个弯米 好 好啊 我用了一个很迷远的方法去拍摄这套片 后方就是走进去的彩车世界 我由第一天开始拍摄 去到最最最最最最后一个镜头完成 我还是害怕的 以前以为要开的时候 才会感受到那个刺激 可是我连在旁边看 我都觉得很刺激 我刚刚设计在这个车上 大概是二十尺高 塔顺画面看到的车 你会觉得这样拍就行 而且效果很有趣 因为日本的山路和香港不同 它晚上是全黑的 新手看到五指,但是拍摄了 这些飞车的时候真的很好玩 因为有三辆车,有灯 好像很厉害的感觉 不过我也有点害怕 我要尬住 我不想,我不想为他保气死 我每拍一个镜头 基本上是几千公尺 所以你真的要做整个整个过程 你对于镜头的敏锐度 是很敏感的 但是经常摆这些镜头 都很接近 真的是棺能刺激的镜头 刘伟强导演可能… 因为他都是在拍嘛 拍完之后 可以直接问麦兆辉导演 刚刚怎么样,可不可以 麦兆辉导演觉得可以 他也觉得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信任 走… 互相都很有默契 所以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蛮开心的 而且发挥的空间又很大 觉得怎么样 刚刚下了一台镜举 他真的很豐快 为了电影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事情 你想的东西他会支持你 他不会教你去怎么做 但是他会告诉你说 现在你必须要给观众 或者给另外一个演员 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你去发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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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